五安了大家 我每天都介绍中餐 应该大家都厌了 所以今天就去吃泰国餐 这个就位于Midafield和Steel 这个Pasa大福隔离的一间 我觉得是挺正宗的泰国餐 泰文应该叫做借兔宅 上次我就一个人来吃 就吃了它的Pattai 那个泰式炒河粉 就觉得好地道 所以今次就来试 来分享给大家 我每次来吃的都是 只要吃它的Lunce Special 就由11点到3点 很划算 就是如果你叫这个No.4 至这个No.6这个Dish 它就你可以加一个4元 就用这个Combos 就有这个饭 沙律 和一个菜的春卷 是很划算的 还有跟一杯饮品 你也可以用茶 或是这个POP 这个汽水 但是你可以升级到 你叫这个泰式奶茶或是 泰式檸檬茶 和米果汁 你就只要加多2元 我就劝大家 一定要加多2元 来换它特色饮品 平时算是5元 我就一定要吃它的甜品 它甜品做得真的很正宗 味道和泰国吃的一模一样 它是用熟芒果砌成一个芯形 而且芒果的味道一定是泰国芒 你吃之前一定要先倒椰汁 它的椰汁也是偏甜的 其实在泰国吃每样东西都是偏甜的 它是加很多糖的 因为在泰国它就浪费 做事就出了很多行 所以它要吃甜点来补充它的能量 所以你看它们做事做得那么长时间 但它们都能保持到好精神的状态 但对于我们这些国家小出汁就没有吃那么甜 你看它芒果切到很幼很小块 然后它的糯米是很软熟 而且你看它那么多色 其实它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应该是用色粉来烤进去的 绿色应该是斑腩 这个红色应该是红菜头 然后那个黄色应该是芒果 然后它还灑了黑白芝麻在上高 所以吃下去是更香口的 然后它的午餐特别 一定要吃的就是泰国鸡鸡 这个泰式烤鸡 它虽然是偏甜一点 但是真的是泰式的味道 最重要的就是配搭了它的字仔 这个泰式烤鸡鸡 这个叫做泰国酸脂的酱汁 我吃了五六间泰国餐 都没有一间有这个酱汁 甚至我去到泰国都很少见的 然后呢 它这个queen curry chicken 是真是好像去到泰国吃一样 是真是很香的 里面有笋啦 菜啦 和鸡肉啦 它的咖喱真是很香的 有很多香茅的东西 好地道 我自己呢 就很害怕吃笋的 因为很害怕那股味 但是呢 它的咖喱味已经帮它盖了 所以是很好吃 之前我说了就是 有三个餐的 几里加了四元呢 就有这个沙律啦 和这个春卷啦 洋油给了这个酸甜酱里啦 这个春卷呢 都很大卷 它里面的盒子 是和我们这一盒的盒子 是差不多的 就是这个椰菜呀 红萝卜丝那些 以前呢 我都有跟大家说了 就是这个combo 它会包括 T或是汽水的 我就升级了转了 这个泰式奶茶 和这个泰式的檸檬茶 这个泰式奶茶呢 它的泰式红茶味呢 就很够了 但是它就只用这个淡奶 所以呢 它给我在泰式泰国那里喝呢 就正了个味道 其实呢 你是要用黏奶 和淡奶 是两种奶 它才能出到 泰国奶茶的正种味道 至于这个泰式柠檬茶呢 就很够味了 它都是偏甜一点的 泰国喝的东西 是多数都是偏甜一点的 但是很香 很够味 如果饮品方面呢 它可以加回这个 绿色抹茶奶茶 就更好了 我最喜欢喝的那种 泰国绿色奶茶 如果大家都不喜欢 这两种 都可以换果汁 都是加2元而已 最后我要说的 就是很可惜 当我叫完 我才知道 原来它有一个甜品 叫mango tango 它是刚才我们的甜品 再加多两粒冰糕 加一颗奶茶 再加一颗奶茶 下次来到 我一定要试一下 mango tango 因为这里的甜品 真是好地道 真是没得谈 总结呢 今天吃了两个combo 和一个甜品 就加多2元 顶我这个特色饮品 好了 希望大家给我的thumbs up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Have a good weekend